等久以来台南市政府落工教 是持续套家有情有疼心的房屋修宣家位 跟我们的工会来帮助社会六岁民众修宣他们的房屋 日常是完成了地官邸的修宣案件 过去的新年甚至也让我们的民众来顺利立出 市长也特别人来这些很好 而且也感谢各位支持 再让这项省什么外地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欢迎向台南市政府落工教的房屋修宣家位 已经有很多工会济缸来到刮店的税民众家里 来帮忙进行收生的工作 在对民众可以看到工程已经纯粹要收尾的部分 将可以刮店过年进行 担好安住转心熟悉的主体环境 来看我们也吓一跳 它只是躲在一个没有肉鱼的这样一个房间的小角落 每天在睡觉 其余的屋顶都搭下来了 那单位市长又交代农历过年铁一定要好 所以我们就赶快紧迫的线坎 开始房屋修宣包括屋顶里面的装房 水电为设备的空间开始全部规划 所以今天可以全部完成 那当然我们服务到目前是163户 但是加今天有4个户多 在市长特别跟着要求之下 今天会完成4个户 东港市长文伟帝也来到了现状很好 并且了解目前时间的进行 他也很感谢各界的支持和赞助 再让这些家伙继续进行下去 所来也会继续付出 让金家座就学民众在中帮助 根据里长 我们里里长的一个告知 我们来想办法来筹措一些资源帮忙 特别特别谢谢法谷山的师傅 能够捐赠30万能够帮忙 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修缠经费 也感谢我们各大工会 他们出人出力 又出这个工时间来帮忙 在利用假日的公寓之下 来帮忙把这个房子修复完成 给案主 他们在过年之前有可以 有这个新的 这个安全的 不会漏水的 没有坍塌的房子可以住 陶贵书选家会进行 成功让我们的社会 充满到金家座爱心 也让台南生为金家遗孤的相似 近期攀未来 会有金家座自账共同家人 让爱心的利用变成金家座中带 接着个家民肯定区才逢不得